有些弟子的造型就会变啊 也就是说 外面环境的污染太多 恶缘太多 学画当然尝尝了不起的高深 我没有见过他 但我看过他写过的书 很感动 学画上也曾经说 全世界有两个魔 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也就是电视 也就是电脑 很不幸我摸到了一个魔 因为我在用电脑 可是我用电脑不是打电动玩具 我是用电脑来胡扬胡扒 现在网络很方便 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很多 现在大家都在看电视 下午班都在看电视 下次下午班冲完凉 灭完品行情愿地 再给我看电视 对不对 我们常常是这样 你看现在的人下午班 就拿个control 对不对 快点去按 按按按按 你去睡着早的电视还在动 你看电视都有时间 为什么修行年没有时间呢 答案不要骗人了 只是你的心没有很强的意愿 对不对 当然 我也二十五年都没有看电视 我只有在做教学的时候 我才会看BVD 因为我要做教学 我要准备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一生功夫很多生命 你知道吗 这些长老大的都是苦口活性劝人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放在内心里 所以甚至是做注释的话 是众生有福报的 若再施之灭度的话 那当然众生就没有福报 对不对 再看一下面经文 二十七页第十一行 不知善男子 言请佛注释者 所有静法界 虚空界 时光三世 一切的博畅 极为陈述诸佛如来 当他要视线般念 他若灭的时候 即所有的菩萨 大菩萨 我身闻元杰 有学跟无学 有学是一果 二果 三果 他要学 无学是四果 阿罗汉 那这些圣人 我们都要请他住下来 乃至于一切的 南传 北传 藏传的善知识 我都是要正法的善知识 我们都要真正的劝起 请他 不要舍弃 大悲心 永住于世间 经历一切的活唱 极为陈述节 这么长的时间 为了利益众生 行六度波罗蜜 这样一切众生就会到第一 所以请看下面几张课片 第一请看 我再讲 宝华经 这是新加坡双宾寺 二佛并坐 中间是多宝佛塔 右边是多宝佛 多剧佛 左边是要吃 释迦牟尼佛 怎么知道呢 只讲多宝佛塔 开多宝佛塔 多宝佛塔 允许被开多宝佛塔 守他向右 释迦牟尼佛 请坐 所以应该是 左手边是释迦牟尼佛 表示说过去的佛 跟现在的佛 现在话来讲 可以在同个时空里面 喝茶 聊天 当然他没时间喝茶了 这是举例 他为了利益众生 为什么呢 多宝佛来做证明 请释迦牟尼注释 然后继续弘扬 妙法莲华经 因为多宝佛过去 深深深深深究修法华经 他说 因为我修法华经的功德 所以我快速成就 无上方道多罗三秒三五一 所以他发愿 十方诸佛 若有人真正呢 齐情讲妙法莲华经 多宝佛一定会亲自出现 而且多宝佛堂 会从虚空当中 而从地有出 表示法华经是很殊胜的 所以中国在我们古代 智者大师尊宏妙法莲华经 慈济功德会的正宁法师 其实也是弘扬法华经 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法师 都是弘扬法华经的 所以法华经的功德力很大 这叫请佛注释 接下来再看 我带学生到尼泊尔去朝圣 我的一位老师 是两夫妻的 毗如遮纳佛化神的 我在右上角 我们也是请他注释 为什么 西藏在轮回转世里面呢 真正修行考课 他知道他来生要果胎到哪里的 对不对 当然我的学生也会请我注释 你看 我们呢 去参加一个西藏老师的禅修 我们全部呢 非常的高兴 上大手令的禅修 最后呢 我们拍一张照片 所以我的学生说 师父啊 你要长寿一点啊 我弥陀佛 当然我也会请佛 请我的老师 请佛注释 当然我的学生 也会请我注释 这个美意我会接受 但是哦 我想我还是不要活太久吧 现在全球暖化 这么热 你们都去了 弥活活活了 还叫我坐在这里享尽啊 对不对 所以参知之注释 一定要跟众生有缘 接下来请看讲 第27页 第17行 补充资料 请佛注释的目的是什么 对峙我们不要走错路 对峙迷惑 顿号跟歧路的毛病 歧路就是走错路 比如说你现在来博学社 博学社这条路啊 是也有一点点不太好找 假如跟你讲 向右转向右转再向右转 然后转到哪里去了 假如你路找错的话 哎那今天讲经理就并不到呢 所以一批语是说 假如我们没有跟着善知识 也没有跟好的同参道友去学习 有时候在茫茫的大海中啊 会走错路 迷惑 其路就是走错路 所以你请佛注释的目的是做什么 要跟他学博法 你这样子就会获得福德智慧 两个都真上的利益 请看讲 第一 众生若为真为生死 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 你真正为了求无上的妙马利益众生 善知识啊 跟佛菩萨一定会注释的 所谓佛士门庄不舍异人 大明关心菩萨从来不会舍弃一个 真正要学佛法 就一定要真正学佛法 不是假假的 对不对 你假假的没有用啊 举个例子 去年我在KL 卫塞节 我也参加了 对不对 雷友都很发心啊 活动非常非常的多 我为他奖金 一奖金他就会打个水 对得非常好 我也没有吵他 因为他太人了 然后呢 最后念我一项文 他写来了 啊 师父 法喜充满 希望你明年再来 你功德无量 无量功德 然后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什么 他就不好意思 一一五五 一一五五啊 我说你太累了 回去听听听听听吧 对不对 你请上次来啊 那你自己呢 还有人呢 请得来 对不对 师父你来啊 师父对不起啊 我刚刚好 我去北京度假了 你明明知道我要来 你看我选择这时候去度假了 所以可见啊 你讲的跟说的 不是真的 像我西藏的老师 从来台湾的话 我们全商业精神 是停课的 全部去上课 而且我们做一工的 甚至是难遇啊 明年自己活得到 还活不到就不知道 是不是 当然我希望我将来 还有机会见到各位 你要发愿 所以你警醒下来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是我要给你的开始 你看到任何一个人 每个人都在想今天我是第一次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别人的时候 我都很欢喜 我会准备礼物 我会要接约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这么大 我竟然会在JV 见到你 我一定跟你有缘 过去是 一定有很深的缘 你不用去问过去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很欢喜 是第一次 所以我要很欢喜 但是你要想 我们见了以后 可能没有第二次 所以我很感恩 当然你可能透过发愿 或是修持 将来还有机会见到我 可是呢 那万一你明年呢 就去我往成弥陀佛国了呢 那你就听不到我讲 那不错 假如你真有本事 去弥陀佛国的话 那你就请包弥陀佛国 跟观世音菩萨讲 第八月到最后讲 给你第八月 他们不用讲意的 他们讲给你 那万一你去不了呢 你一点就 一命误乎爱在 哦 就往生了 可是不是往生极了进去 那你不是很后患 哎呀 那时候师父讲解 为什么我没有去 那时候为什么为什么 你有一百个为什么 你都会不甘心 你甚至会觉得 其实我那时候 也没有那么忙啊 其他的事情 可以再调一调嘛 所以可见 你嘴巴讲 真正要学佛 你呀 其实都几遍 假讲的 真假 我很清楚 我要不清楚的话 我怎么做法师教育呢 你不要解释说 我有神通吗 不可以 我有智慧 新加坡城里有一阵子 传说我有神通 被我骂 我没有神通 我胃场很透明 我有菲提心 我有大悲心 我有大悲愿力 这是我有的 不要绝对要神通 智慧就是最广大的神通 知道吗 不要去睡到一些奇奇怪怪的 何况我没有神通 你说再讲我有神通 我曾经讲过新加坡内容 我是讲给你们 不要介意 我说你再讲我有神通 我明年就回来了 最为的是你自己 佛教 不要去睡到这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好用功 对不对 你有困难没有关系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一个佛友 从2003年我奖金到现在 他每一次都听 可是去年他来见我 我说师父对不起 我这次没办法来 我说为什么 你最近好吗 我说不太好 看他脸也是不太好 他说最近我们生活很辛苦 工作都有问题 我的先生中风了 我的家伙就生病了 我下了班都已经 八点到八点 半到九点 我都没有吃饭 我要去医院 照顾我的家伙 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听你的基因 师父我很难过 我说没有关系 我问他那句话 你真的想学佛广吗 他说我想 轮回真的很苦 师父我很想 那时候我很感动 我就把我身上的 我的地域 每一个都给他一套 我说你在家里听 听三遍 五遍 十遍 明年我来的时候 有问题你来找我 我一定教你 听好 这样的人才是我真正要教的 答案是什么 第一你觉悟到苦 第二你想学佛法 第三你想要改变 请写下来 这就是做我学生的条件 第一你觉得人生很苦 第二你真正想学佛法 第三你想要改变 你若不是的话 我跟你讲 我武功密集很多了 对不对 我出家这么多年 我看过文武百官 荣公贵族啊 饭夫走族 你不要以为你啊 公娘师父很多 你不你很爱 我就不觉得你比较好 没有 公娘我巧克力 那你谢谢你 真正是你心里要学佛法 假如你真的想学佛法 谁不会鼓励你 一天两天三天 我都会尽心尽力鼓励你 讲佛法给你听 对不对 那你讲究要应付啊 师父对不对 可以啊 我会等罪你啊 五分钟我就解决了 为什么 出家的生命是很尊贵的 当时我要出家的时候 你知道我妈妈跟我讲什么吗 儿子啊 因为那时候我是长孙 你出家 我跳楼 然后我跟她说 妈你想清楚 你不给我出家 我跳楼 你没有儿子的 我是这样子 这么障碍这么多 哎 才出家的啊 出家的生命是很尊贵的啊 对不对 干嘛出了家 还是像世俗一样啊 对不对 假浪假浪假浪 每天都去假浪 对不对 走走偷偷很好 可是呢 你都是在做世间表面的东西嘛 是不是呢 是不是 我的父母教育我 我的师父教我 出家奶奶就是很尊贵 对不起啊 我是很酷的法师的 我不管别人 我做我自己的 对不对 你真的要学佛法 要改变 我一定会帮助你 这样才叫做有缘 你不用去执着说 师父我一定要皈依你 才叫你徒弟 其实你们的皈依啊 皈依症都已经十几本了 对不对 很多本了吗 皈依一次就可以了 真正是你心要学佛法 所以请看 不是门中不舍一人 若善知识不注释 不是善知识不慈悲 而是众生有障碍 什么障碍呢 看下面两个 第一个 你的发心不真诚 第二个 你的音源不具足 第一个吉他讲第27页 第21号 你的发心根本叫因力不真 果昭雨取啊 你要真正的忏悔啊 我刚才说过 大必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如来 一切的众生 都不会放弃所有的众生 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 他都看得到 其实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你打妄想 你都忘记了什么 观世音菩萨 我看得到他说 你看这小子 晚上又在打妄想 其实你动着念头 他就知道 所以你在这里请洗下来 善念升起的时候 要勇猛精进 恶念升起的时候 要真诚忏悔 我再讲一遍 善念升起的时候 你要勇猛精进 恶念升起的时候 要真诚忏悔 我们是一个凡夫 一定有妄念 一定有贪嗔痴的念头 不要怕 怕的是什么 你不愿意去改 你只要愿意改 就像妈妈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平常去求进步 他一定会永远鼓逼他的 所有的诸佛菩萨 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不然我考虑一个 今天晚上试试看 假如今天晚上讲完 讲进讲完 阿弥陀佛我要来接你 善男子善女人 对不对 今天晚上就跟我去极乐世界 对不对 有些人会愿意去 可是有人说 哎哟 阿弥陀佛要是我不行 你看我 还有五年 还有我还有孙 再给我五年 还有孙 所以你说你要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其实你是举办讲讲的 真的 阿弥陀佛来接你的时候 你吓死了 晕倒了 怎么这么快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例子是说 你要问你的心是真的 第二个 因缘不具体 一切法从因缘生 诸罗菩萨都会莫查因缘 创造条件 比方说法华经 佛要讲经的时候 对不对 佛在晚年讲到到 东印度 佛地加园旁边有灵鳩山 我下次再给各位看 灵鳩山短片 佛讲妙法连华经 讲完了以后呢 就讲大波尔经 还有相关的再讲大涅蓝经 佛入灭之前八年 他就讲妙法连华经 对不对 佛一生读了很多很多 在家出家的圣地 跟着他 结果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有五千人 哗啦哗啦退洗了 你现在五千人 都不愿意听法华经 佛说退役加营 喝得也好 这些东西 根性还不够 对不对 佛者呢 你现在强留他下来 当然你法华经不高兴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还会毁报法华经 佛说毁报法华经 会堕三个道 堕地狱的 深深深深深受苦 所以一 设立过尊者 站起来 齐景佛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我都没有讲话 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 我没有讲话 然后佛放光的时候呢 七七五千人 在家出家 比丘比丘里 去看经文 全部站起来 哗啦哗啦就走了 我第一次看到错 我非常感动地流眼泪 我说 哎呀 终身难度啊 佛都要讲经了 有五千人 哗啦哗啦 不行了 第一次就走了 佛就说 佛就说退役加仪吧 这些人不是学法华经的更新 所以 哎 要听大圣佛法 是没有善人的 接下来 佛在法华经 古来寿亮主说 为什么不住世间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让众生生功尽心 二呢 让众生呢 能够勇猛精进 给他的讲 就这样 接下来再看 请看第一 二十八页 第三法 佛在法华经里 妙中颜王 本是说 妙中颜王 他本来是不学佛的 因为他两个儿子 然后学佛 他太太也学佛 后来呢 他就带他去见佛陀 最后 佛陀为妙中颜王 讲经的时候 他才放心学佛法 刚开始呢 他是反对的 可是他两个儿子 有善根 嗨嗨也是佛教徒 最后呢 他得度 他说 讲了一段话 若善男子善女人 众善根故 适事得到 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是什么 什么叫善知识 能够引导做 利益众生的佛事 事教利息 能够开示 教导你 佛法的真实利益 而让你 法喜充满 让你进入 阿弄多罗 三秒三菩提 这个才叫善知识 下一段就 大王 刚知 善知识是大因缘 所谓 教化 引导动身 让你能够 见到佛 知道佛法的殊胜 发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段必不难懂 接下来再看下面 请看28页第七行 请你做五个星期 这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 请看经文 圆绝经里面说 末法时代 若有众生要放广大的无敌心 要去找善知识 我们将到找老师 请问你找哪种人 欲修行的人 当要求一个正知正见的人 到这里这个段落 你们去找善知识 请问你们怎么找 都是找神通的 感应的 会降机佛乱的 三世人过的 其实这是错的 你会找到妖魔鬼怪的 待会我讲过丑陋的意思 我先讲经文 这要很重要 你要找他是正直正见 而不是说他有神通跟感应 不然你动不动 跟你讲我跟你很有缘 关关系 我们过去生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过去生你也不知道 所以有些师傅 特别用了思想控制你 要小心 这有问题 我先讲经文 这是圣诞摩尼佛说的 所以要求一个正知识 正知正见 问题是你要先学佛法 你不学佛法 你怎么知道他是正知正见呢 请看 什么叫正知正见 下面释迦摩尼佛讲了三个条件 第一 心不执着于相貌 不会执着 一定要实现身文跟圆诀的境界 也就是说 他要修大正的菩萨行 虽然身文 圆诀 正阿罗汉 跟辟之佛 很好 可是这不是圆诀经 是大正的境界 他跟你讲 他懂身文法 跟圆诀法 可是他心 不会故意炫耀自己 不注意一下 现在的人 有很多人会包装自己 不论在家里讲 都会包装 你看 修得非常好 你知道吗 我坐下来 就可以跟观念 菩萨讲话 如果真的的话 他绝对不可以讲 在论言会上 释迦牟尼佛有说 你不可以炫耀自己 修行的境界 而我在讲座里 其实我也是 跟你分享 这部修行的经验 我并没有炫耀 这个事情 有横河杀术的 都在修行 有很多人修得都比我好 我也知道 但我只是把我生命 丑陋的经验告诉你 分享 希望你对法 有性情 而不是呢 一直强调 好像呢 在打招牌一样 你们要来做 欣吴师的弟子哦 你要跟着我很紧 我再不要 我已经出家了 我干嘛要收 那么多冤金赛与土培 对不对 那我出家啊 对不对 出家很自由的 干嘛我还收一堆的人呢 出了家还收一堆人 那叫搬家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 你要先知不知道 还有政治证件 现在的人很会包装自己 动不动呢 就讲感应 有些感应是真的 有些感应是假的 你要去判断 第二个 虽现成老 他虽然视线在五欲六成里 但你观察他 他的心是清净的 虽然他视线 他有一点点喜气过失 但是他很赞叹 常修清净犯恨 经常修清净犯恨 简单讲的怀利益 男女关心他很清净 不像现在有很多人 哎呀 就会连友跟你说 你跟我很有缘 你是我某一世某一世的太太 假如你听到师父这样跟你讲 你要小心 那你说 师父假如我是你帮太太的话 你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真假你不能判断 对不对 没有错 有些人会跟师父有缘 我们在轮回里面会做过父母 师长 亲朋好友 六亲卷主 因为在轮运里面跟我讲 师父我过去你是出家人 我也是国王 然后我说一句吧 英文讲 That's so what 你现在就不是国王吗 你现在就不是出家人吗 你要想 你过去是出家人 你是国王 为什么你修得这么差 又来轮回 现在是这里的人呢 所以不要一直去讲过去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为什么 他喜欢跟你拉关系 你看这里讲 对不对 师父有各种喜气 但是他会常常战胆 轻轻的犯恨 一三个 绝对不会叫你 一三个很重要 绝对不会让你众生 做违反五戒十三的事情 让你进入破戒 而受苦造业或地狱 所以东南亚很多国 叫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为什么会误会金刚称 就以为金刚称有双身法 双身法根本不是佛法 那是邪魔外道啊 对不对 你亲历一个任波切 啊 还有缘 任波切 我可以跟你上谎吗 有问题 假如双身法是真的的话 我反问你 释迦摩尼国跟耶稣佛罗就出双身法 他不用出家了 你真的要想清楚啊 所以东南亚 尤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很多人会金刚称是排斥的 他是因为你有误解 没有错 我也看过大骂 我叫金面总会 有团结一起来宣誓说 哪一种是朱家人 你要去检测 这是对的 真正如理如法的朱家人 他不是圣人 我当时不是说过吗 玄标大师对唐太夫说 圣贤身也是从凡夫生锈来的 对不对 你要给他机会啊 但是如果真正呢 他是一个不努力不如法的出家人 那你就莫非 不用领理也不要讲话 这样就好了 问题是你们都很喜欢草啊 所以东南亚奇奇怪怪的人 很多 有假的丧师 有骗财色零十岁的 然后呢 有呢 控制你们家的 比如呢 动不动呢 我跟你家里很有缘 你不然问哪来 我会指点你 我绝对不会做这事 为什么 做了这个事 表面上你得到师徒的利益 将来是地狱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是出不来的 我是讲真话 为什么 人家经理佛徒就告诉你 我再讲一点 第一 你要学佛法 求正知正见人 第二 心里不要他去着相 他不会包装自己 会炫耀自己 然后呢 他虽然封身为圆绝法 但是他不执弱 第二个 你观察他 他的心很清静 有慈悲心 有智慧 有耐心 苦口 活性 教重生 虽然他不一定很圆满 但是他常常赞叹 清静犯恨 对不对 第三 他绝对不会要你去做 违反五级时善的事 这条要记起来 很多师父 刚才一起来 这里很有缘 有些法师 我说在家居士好了 什么什么师父啊 特别指点你 现在东南亚你流行的 我是南海古佛 观世音特别派来的 现在到晚不再出家人 现在的出家人都很多吧 你跟我学 我是观世音菩萨 亲自来教的 然后你刚开始教了 你相信他 然后他就慢慢思想控制你 到最后啊 有一个你要走的时候 他就会控制你的 那很可怕的 也观世音菩萨都没办法救你 这一点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假如你觉得这个人要叫你去做杀到营望酒 那绝对是我 我讲一个中国大陆的例子 听起来会有点毛骨手蓝啊 各位要小心啊 中国大陆现在佛法很兴盛 这是真的 我也要讲 中国大陆现在呢 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因素 大陆佛法开始兴盛 可是有很多人呢 因为遇不到善知识 也没学正法 就会到处呢 去求神问我 有一种行业叫做环英战 环英战就说 哎呀 你这个人啊 业障深重啊 你看看起来你头就黑黑的啊 你知道吗 你身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气跟能量 来来来来 我指点你 他也叫他送毛蜜过金哦 领大悲传重哦 然后你年轻当轻哦 你要回向哦 而且你一定要来哦 可是有最后一招有点不同 就是最后招回向的时候 你要杀动物 而且那个血要逼在你的那个 神主牌位上跟八字上 这样才有效啊 我第一次听到的是毛狗手感啊 你看他也送金刚经哦 也送阿弥陀佛经哦 你念大悲传重 可是最后一招回向不一样 要杀众生的割血像割鸡啊 然后血要逼在牌位上 还要逼在你的八字上才有效 天啊 这是我 佛第一条就不杀神了 佛绝对不会伤害你的众生 怎么会叫你杀一个众师的血 然后来来让你回向有圆满呢 这真的是我哦 师父不怕 我公开讲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末皇时代奇奇怪怪的很多 可是呢也有人会去做 哇第一次就有效 第二次晚上就做梦 第三次就开始发愿了 我要还愿 说个笑话 佛教没有还愿的思想 接下来 大悲伯心 菩萨没有说 来 你现在说大悲神咒 然后呢你的愿望满愿 明天呢你要打一个金牌来完愿 完愿是民间宗教 你看很多庙里面 观音菩萨挂了很多很多金牌 谁拿去 妙宫拿走啦 观音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啊 他怎么会要你完愿呢 你可以发个愿 再按照你的愿去行菩萨 观音菩萨跟你不要你的金牌 他身上的金举 金银猪肉 冰尼海肉 记不记得补门品 无尽一菩萨 供养观世一菩萨一菩 观音菩萨不接受 释迦摩尼佛像 观音菩萨 你应该宁免众生啊 你接受他的供养 对不对 无尽一把身上的珍宝一菩 供养观世一菩萨 观音菩萨分两分 一分共释迦摩尼佛 一分共多保无来啊 你们都不是多困难品吗 浮到哪里成的 从这里经过 观音菩萨不会叫你说 来呀来呀 还愿吧 那些金牌都是妙宫拿走的 你把那个钱拿去布施 医药 教育 固执担保 才会有利益 所以我最后讲一句真话 末化时代 好的信息人还是有的 师父不敢说我很好 可是我一直很努力 对不对 可是假如你遇到在家出家 有的叫你违反五界十善的话 你要小心 念大卑神众 你就离开 否则那那些都是魔 真的 魔就是不希望你出六道轮回的 魔呢 就是看你杀到遗忘者 来呀来呀就跟着我吧 他就是不希望你去西方别的世界 所以 是当阿尼佛在原军经里面讲 请伯住世之前 你先要献查 这个人 善知识 不论在家从家 他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如你能够以色列三个条件 而找对善知识 好好跟他学的话 那将来的人呢 你一定会成就 无上奥奥多罗三条三目的 接下来请看 第四 《华言经离世间庭》里面说 第五十三节 清净善知识时 应该指十种心 第一个 奉思的心 叫己思心 就是做适者的心 服侍善知识 我没有叫你服侍我 我只是讲经文而已 第二个叫欢喜心 第三个 善知识叫你做什么 你不懂 你可以问 但是不要唯命善知识的心愿 因为他叫你做 一定有他的苦心 第四个 随顺心 第五个 无意求心 就是你不要跟这个善知识学 可是你的心 却是哥被想望外的 我叫话 三心恶意 这叫无意求心 第六个 遗善心 就是对于无上的成果之道 只有一个方向去努力 第七个 同善跟心 就是常常要培养自己的善根 你跟善知识在做你的 做起来做什么 你就是希望学佛法 能够让你调服你的烦恼喜气 而每天增长你戒定会的善根 第八个 同怨心 很多善知识 有些发跃做教育 有人做慈善 有人做文化 有些做法会 有些呢 共修 有人学习佛法 有人留读法宝 很好 这些怨心 只要跟利益众生有关 你要跟他同样的心愿去努力 第九个 要如来心 所谓如来心 就是要以佛作为标准 最后第十 你同圆满行星 就心愿行结都同佛 所以就会满你的愿望 而且你真正中功的话 世间会满你的愿望 初世间也会满你的愿望 好 最后再看两段 请看 二十八页第十五号 佛无注射那怎么办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四一法》里面讲 依法不依人 对 这是我说的 可是我要补一句 会比较圆满 因为在很多大圣经文里面 会说 身材冬子五十三餐 他第一个一定要去参访善知识 所以完整的说 应该说 依止善知识 因为善知识的教导 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 这两句都很重要 因为《八云经》讲 佛法无人说 虽惠不能解 就算佛法没有善知识教你 就算你在怎么聪明 有书上文字上 你会解释作物 而且你要清静有经论 而且有实修经验的善知识是更好 比方说 以佛经为做自己的老师 或以古大德的吕士做为老师 这是我多年前的讲义 后面一句 我多说几句 假如古大德的吕士 跟佛经两个有冲突 或有不一样 请你要相信佛 现在的人很喜欢中国吕士 中国的文化 比如说你喜欢禅宗 你就觉得你特别喜欢六祖禅经 对不对 和六祖禅经就有一句 心平何须持戒呢 何劳持戒呢 心平啊 真正的平啊 那你何必持戒呢 所以这六祖禅经大师讲 但是戒应会是胡说的 很多人误以为理解了 那就不要持戒了 因为那种不能大师讲 注意 当主师讲的时候 他有他的善强方便 了解吗 他一定有当时时代的因缘背景 主师的话 只做参考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印光大师 一不做助持 二不奖金 三不收徒弟 你知道吗 我刚出家的时候也是 金国英雄 我告诉你 一不做助持 二不奖金 三不收徒弟 不 我也外面奖金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吗 因为当时中国 中日战争 清末营出 兵荒马乱 社会上混乱 佛门也有的 龙蛇混杂 很混乱 他看到很多呢 都是不如法的出家人 收的徒弟呢 也不学建立会 所以他很惭愧的 不要把他一生不收徒弟 可是不收徒弟 又代表不教学生来 英雄大师本身 教到很多很多学生 的确只有一个人破例 他收了他徒弟 皈依他有 有一个徒弟是他收的 弘义大师 他最后拜英雄大师做主事 做老师 他熬过弘义大师 死财烂的 最后他说 好好好 我做李师傅 但是我们两个说同参道理 第二 一不做主持 为什么当时兵荒马乱 很多人的做主持 都是假假的 并没有真的为这个道场 主持正法 所以你不要乱乱发愿 知道吗 简如说 就跟你讲 假如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都没有活发 只有你是一个出家人 你要不要收徒弟啊 你要不要收持正法 你的责任一定要做啊 所以我们呢 当我们去理解 中国历代的主持 不管是静宗 天台宗 禅宗 或其他宗派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在那个时代 有时代的姻缘 没有人啊 就好像自己很固执的认为 你看我就是拜英雄大师做老师 现在有人也有很虔诚的 尤其是静宗学位 都很尊重印光大师 当然我也很尊重 那是罢孙之不散的 早年我也讲过 印光大师法律 但是 假如主持所讲的东西 跟佛的东西有出入的时候 请你相信佛 因为佛是八相成道的佛 了解吗 这是我要补充的 接下来再看中国 中国拜老师 有他的文化 举个例子 讲儒家 孔子叫智圣 孟子叫亚圣 孟子并没有见过孔子 孔子呢 孟子呢 就读孔子的世书 觉得心跟他相应 就弘扬世书的教法 接下来 左丘明他写左传 在历史上 司马迁没有见过左丘明 可是他当读左传的时候 非常赞叹他的文明 最后写了实际 同样的 佛教颜也会讲 廉词憨山大师 两个师很了不起 偶一大师呢 就与他们做榜一样 你看 印光大师很了不起 现在禁服中的人 都拜印光大师为武师 他怎么说 就说很好 但注意应 要有智慧 不要换佛法 不要这么固执 同样的 我再比一句 这是讲义上没有的 我加上去 建议一下 藏传佛教 重视传承 英文讲的 The lineage of the knowledge 知识的传承 The lineage of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修行经验的传承 藏传佛教 为什么要灌领 灌领 灌领就像你学校一样 得到一个入学许可证 你今天参加一个仁波切的灌领 然后呢 你随时供养他 我看到东南亚都是这样 台湾 新加坡 他说马来西亚 大家都很喜欢做灌领 出的 为什么 灌的满头包的 哦 这成神来了 林不切我去灌领 其实今天灌什么他也不知道 反正呢 就是姑娘有关切 林不切 请你加持一下 吹一下 然后给你几个干部 把洗脱完就走了 然后问 你今天灌什么领 莫子亚呢 不知道 反正就是去灌领 他全部就摸了我的头了 那你说高兴吗 我很高兴 其实那是上脚方便 灌领你要有教法 你要先知道这个仁波切是真的假的 第二个 你跟他学什么 比如说学观音法 还有观音的仪轨 还有灌领口床跟解说 时间有限我没办法讲 所以他灌领是给你一个仪轨 允许 然后给你口床 教你怎么观想 接下来就这样指个例子 你现在在 马来西亚 容佛 你现在去念学 念书 比如说你要向小学跟中学 你一定要去学校就策啊 你不能说奥巴人聪明 我就在这样念书 我非常聪明 可是呢 你进不住这一步考试 你会毕业吗 答案 会 所以 金刚称 有很多地方跟大称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才我虽然说 儒家跟佛家可以这样 可是啊 我要解释 在金刚称里面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大称怎么修呢 比如金刚经 金刚经 我去买一本书咯 回来看DVD啊 我就学金刚经了 这金刚称是不可以的 你要接受人工间的冠领 得到允许 然后他教你 遗鬼 虽然大家都念 红白黄花 遗鬼的观想方法不一样 我举例说 有些是由上往下放光 有些是由下往上放光 有些光是向右转寒 有些是向左转寒 这要以老师教你的语鬼去学 口传 这是口传 解说 要为你解说里面的道理 所以金刚正这三个学业 才叫做学金刚正的教法 对不对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 买一步呢 金刚经回来自己家里面就可以了 棒正跟金刚正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甚至有很多人呢 现在老师说 你的上师是谁啊 滴滴滴啊 滴滴滴只是工具 不是你的上师 为什么 答案是 你必须到老师面前 face to face 你见到他 你的心啊 意识心生气 你才会得到那个理念 当然可以发愿 无恙滴滴滴 可是 你若真正能坐在这里 听师父经 听我跟我一起共修 一起维下 其实感受都不一样的 那因为你们很忙 所以我只好请大会 全程录以 帮助你复习 了解吗 大阵有大阵的条件 所以金刚正认为呢 你没有老师 你是不可开悟的 这有他的道理 好 最后再看 我终于讲完了 请看二十八月 第二十日行 第七月 请佛祝誓愿 希望这次讲座 大家要常常把以下的愿 我念一遍 愿我与法界众生 神生世世 把谷一心 上求佛道 向法终生 神生世世 在在处处 常见十方一切都果 神生世世 在在处处 常闻十方一切的妙法 神生世世 在在处处 常遇十方一切 神生生 希望你每天早上起来 假如家里有多堂 你就发愿 念三遍 这样子 你就会得到 华颜纪的加持 我简单解释 愿我与法界的众生 所谓生生世世 是说 我们仍以为不是只有一生而已 我们有很多生多结 我们都希望 我们要发愿一些 上求佛道 下化诸生 这是总愿 下面 神生世世 在在处处 在在处处 是指的空间 神生世世 是指时间 就是说 一切的时间 一切的空间 我都能够见到 十方一切佛法森 在《华原经》里面 用十方一切 所以假如你今天开始 听到五行经 请愿名 和欢喜的话 当你吃饭的时候 我建议你这样念 供养十方一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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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十方一切众生 然后呢 供养 阿弥陀佛佛 与廉识海贵佛菩萨 我再讲一遍 供养十方一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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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十方一切生 然后这样你要加 供养本身释迦摩尼佛 也可以 供养南无阿弥陀佛 即廉识海贵佛菩萨 这样你就会吃饭 这是《华原经》讲的十方一切 你的心量会往大一边 为什么呢 当你深深深深来投胎的时候 你会遇到佛 问你说无上的佛法 行圣深深是指你的好的同参道友 那你深深深深呢 都会有佛法 就是你投胎转世了 但是呢 因为你的善根 还有你的大愿力 所以来生 并会遇到佛法身 请你每天念三遍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 好 最后讲完了 请看二十七页 方文二十七页 第十五行 如是虚空戒净 众生戒净 众生业净 众生门老净 我此劝请 无有穷尽 有切佛注释 劝请诸佛善知识注释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一业 无有平业 好 经文到这里 好 请上翻证片 看一次 上一次 三月三十一号 Hard One 我有给你们功课 我知道这次呢 也有很多新的联友参加 也要谢谢大会 主办单位 东远很多人也做了DVD 听好 师父不是做广告 我们呢 佛法呢 也不是卖钱的 但是我也考虑到 希望呢 我让正法也忍住 所以我同意 大会有说功能 对 所以Hard One的时候 事实上 要你预习 一月到一七月 作业是五十二页到六十四页 佛说诗跟功德经 请你看三遍 第三个 叫Hard One的DVD 要完整听三遍 假如你已经来了 听好 你来了 你上一次全部都听过了 那就恭喜你一遍听完 你要在家里给我听两遍 注意听好 我是很酷的 法师 我要要求 否则呢 对有些人来讲 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一次 我也很高兴 见到老朋友 也要见到新朋友 没关系 所以希望你回去 给我DVD听三遍 因为佛法浩瀚如海 第二个 我也看到 在讲经的这几天里面呢 有些人有真的很忙 如果真的能体谅 因为在东南亚文化 我知道现代人 真的越来越辛苦 为了做工啊 耗尽了所有生命体力 就像我刚才那个诀报 菩萨说 你想学佛法吗 他说师父我想 文会很苦 我想要改变 所以你得回家 给我听三遍 我是很用心讲 我也很认真 你没有听到的呢 比如像平等心的故事 你也没有听到 对不对 像舞台山的感应故事 你也没有听到 没有关系 全部没有生计 但是希望你会去听DVD 我严格的说啊 我都听 Part 1和Part 2啊 你若下次都没有听 三遍的话 请你不要进来 我不会在乎人落上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你会听不懂的 所以请看这次的作业 就是第一请预洗 29页到45页 从第八页到最后 全部把它预洗 你真的要看 头发很深 浩瀚如海的华严经 若我无上 你若看不懂字 那师父就不要求你 那起码你把以前的DVD 拿来听三遍 第二个 佛说师分功德经 上次你看过了就不用看 假如没有的人 请你至少再给我看一遍 接下来 Part 1 DVD有了 现在Part 2呢 我公开同意 由柔佛学博会合 开始流通 师父公开讲 我不会拿到任何一毛钱 但是流通得到的公本费 供养佛学会 做教育文法基金 这是我真心的 了解吗 你知道吗 他就我妈妈常说的一句话 过老人家说 钱不是万能啊 没钱万万不能啊 你知道大会的所有的干部 主席副主席 跟工作人员 都很辛苦啊 他们都没有利益啊 可是呢 比你早来 比你晚回家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有感恩跟珍惜 所以希望你回去 Part 1 假如你在这边 已经听过一遍的 那你就回家给我听两遍 在台湾跟新加坡 我要求他们是要听 五遍到十遍啊 你们这边呢 No discount 美严党者三遍有的 佛法浩漫如海 多听几遍 我自己已经听我师父的DVD呢 都要听十遍了 不知道 我把我师父的DVD 佛前其愿平静十遍 东南亚 我所有收集到的法师的DVD 我都听完了 我才来敢为你讲 大风广播华月经 希望大家真的要感恩 要用功 所以下一次讲座会在明年九月底 这样够吧 给你一年就够 如果没有的话 他说我可能要向魏佛 菩萨 拿个金刚处 站在门口 请问 看完了没有 要看完进去 不看完就抄你 真的 希望不要师父用这个方法逼你 我还有一个方法 帮助我考试 考及格的人 就可以继续升 下一班 考不及格的 回去对我听十遍 所以希望你用功一点 那第一点 我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买 我知道每一个人的音乐不一样 你也可以联友相互借 师父没有做生意 希望你相信我 好不好 这是我很诚心说的 这是part two的功课 那下一次呢 从第八月 第九月 第十月 第九月 恒顺众生月 最长 很难讲 我要讲两天才会讲完 所以讲完了以后 会讲华严经跟极乐境的关系 我愿意看很多极乐境的 从印度到中国 到日本 韩国到东南亚 很多的图片 所以华严经跟境中有什么关系 请你专心听 所以下一次我大概预计五天或六天就会把它讲完 那这样的话 整套的大方广播华严经 图先行愿体 2003年我讲过一个旧等套 其实也很精彩 图书馆有两套 你可以听 如果你想翻写的话 那现在呢 三宝加持 我的功力更深厚了 对不对 有很多呢 以前都没有听到故事 还有呢 那个时候我不太懂电脑 现在我的电脑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好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注意听 你可以写下来 交给干部 至光会整理给我 今天没有时间回答你 各位也可以也翻到68页第15行 有我私人的email 你可以email给师傅 但是希望你大慈大悲众生 现在做和尚是很辛苦的 你email给我的时候 68页第15行 你email给师傅的时候 请你至少给我一个礼拜 假如你很急 你就在subject的主题里面说 师傅很紧急 请你email的时候 注意听 你要有礼貌 要写名字 不要写三宝地址 这是不礼貌的 问问题又怕什么呢 接着啊 你最好留下你的电话 假如你的问题很复杂 我会打国际电话 到JP来亲自为你做活法 我付国际电话费 这样可以吧 好 现在15就拍走了 接下来请看 最后我要感谢三宝的一切的人事物 这次很可爱啊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小熊女的 我真的很感谢三宝 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到 我会到新山游活会 我想来找一次呢 就可以结完缘了 没有想到呢 看到这边这里有关系 我还要感谢呢 新加坡静名博学社的 吴主席把我拍卖 所以我跟他不太熟 不要太熟啊 然后呢 我来了以后 讲完以后 我很用心 三宝加持 我真的不敢说我很好 不过我曾经是老师 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小学老师 我来做五年的训练 我当佛学院的老师 我来到中华佛员所留学 我来出国 现在做法师 很惨愧的说 今年我出家二十三年 然后二十四年的 我也一直都在很努力 在这福利道上呢 我也吃了很多的苦 修忍入菠萝蜜 修精进菠萝蜜 还要修平等心 但是好消息是 我还披住了个袈裟 没有被众生渡走了 现在这众生是很会死 残烂的啊 还好三宝宫念 我也有很多武功秘籍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三宝 没有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没有办法来这里讲 花眼睛 假如你出的欢喜的话 其实是佛菩萨加持的 是释迦摩尼佛 文竹菩萨 和五行菩萨而加持的 世界不要那么紧 你讲一说起来 我还没有没像 你的心太紧了 不要那么紧 慢慢来 然后呢 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三宝 因为讲花眼睛功德力很大 障碍也很多 甚至我要真实的感谢主席 副主席 贵姨 还有录影 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很辛苦 有时候电脑出了一些状况 有时候线路呢 他也会出现状况 没关系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更是呢 也要感谢我自己 我没有生病 如果有生病 有障碍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 跟你讲的这么欢喜 这几天我是发现 我有点老了 我要从校一直讲 讲到晚上 其实呢 超过四十岁 体力是老了 人呢 人老 心不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 所有荣博学博会的 所有干部 跟社医工作人员 以及义工 我们热力的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那当然 我知道大家很忙 这几天呢 如果你没有来的话 那四号是负责 会的天花板奖金 中国禅宗 有没有一个公案 叫深宫说法 顽石点头 深宫他奖金的时候 是在郊外 对着石头奖金 还好呢 谢谢你们来捧场 若你没有来的话呢 当然了 你有来没有来 师父都能够感受 也可以感恩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 现在工作很辛苦 所以你全程都参加的人 我也很欢喜 你是有头有尾 没中间的 我也谢谢你 你是今天才来的 也不错 比起码点灯 好 最后呢 我们大家以热力的掌声 自己一个鼓励吧 好 最后 我还是这句老话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生命真的很短 对不对 尤其是各位老婆上 我调查一下 五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变开害羞啊 好 七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好 很多了 各位老婆上 你一只脚 已经踩进棺材里了 要用功 要加油 法门很多 但是呢 你要精进 希望你发愿 求生 极乐世界 希望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有观世音菩萨 有大圣制菩萨 去极乐世界 有很多好处 讲话有一天 你到了极乐世界的话 你可以遇到 莲齿海慧佛菩萨 亲自为你奖金 轮回是很苦的 对不对 希望你 未来的目标 蒙阿弥陀佛 临终皆宜 就像这张 东华并华 其实超时过50岁以后的领友 就是一只脚就踩进棺材里一半 只是你不察觉而已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最后这次奖金圆满 给我三分钟 请翻开十第六页 极乐净土 精简发愿文 待会两句是一个段落 我念一次 你跟我念一次 希望你每天发这个愿 这个愿很重要 他处置于华严经 老菩萨说 没有读过书的 请人有教你 我有汉语拼音 从第六页到第七页结束 只有两页 我要解释 这个发愿文为什么很好 转转听听 才有五分钟就圆满 第一 当我们灵运中断气的时候 要福利 法利 自利 三个力量 才能够往生尽头 我怕个福利会讲 当你断气的时候 如果业力现前 你还看不到阿弥陀佛 那时候呢 你怎么办 背这个发愿文 第一个 这样的发愿文是 华严经 金中之王 所以华严会上 佛菩萨会放光加身 第二个 因为你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 也会放光加身 比如说你现在断气 你在中阴身 一七 二七 三七 你就像郭文元鬼 这样道具飞 可是呢 极乐世界没有出现 对不对 每个七天 你然后睡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飞 你心里很恐慌 对不对 那是什么 叶盖住人 那个叶像什么呢 就像现在 假如我请一个联友 把门锁起来 那你今天就回不了家 那你就会很紧张 我们的叶呢 就像锁起来的门一样 这时候呢 你虽然身心分离了 离开了你的身体 过了八个小时 跟十二个小时 这时候你的神识 非常的清楚 就叫中阴车 道路就飞 天上地上 飞得像光束一样很快 但有两个地方 你没办法穿过 第一个 菩提家爷的金刚仿座 我的大宝莉花 穿不过去 第二个 妈妈的子沟 若你有缘 进入妈妈的子沟 进去就出过来了 这时候 你因为没有声音的束缚 你的心是非常的坏 想飞得像光束 这时候你甚至会飞到家 看到自己的家人 结果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因为夜现前 夜盖住了你 你就要观想自己 坐在虚空里 盘腿 黏着发愿文 待会我会在里面 从第六页 第十二行 极乐镜头精简发愿文 所以老弗萨开始要背起来 因为在断气的时候 你是没有眼睛的 你有心的意识 你不可能再飞过来 跟他说 哦 朋友啊 你拿一个口线机 因为朋友看 你看不到 所以你刚开始 你应该发愿 每天念三遍或七遍 像我虽然文法很忙 可是呢 我每天要睡觉的时候 我一定会打坐 然后我一念成三遍 念完以后 念佛 然后就睡觉 那万一明年起不来 那就去极乐世界吧 所以这个发愿文 很重要很重要 我讲的其实很多都很重要 其实你全部都乱光了 这个不要忘记 所以待会 我要你们观想 阿弥陀佛在虚空当中 极乐世界 连十海会佛菩萨后来 还有一张图片里看 就像临终皆已途 可以看到西方三圣 连十海会佛菩萨 我一尊阿弥陀佛金色的万丈光芒 我很喜欢这一尊 我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 我就会现这个样子来接我 你常常想一尊佛的话 你会一直感 佛是没有固定的形象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想 然后发愿 然后呢 然后你观想阿弥陀佛 像太阳一样放光加持 然后你念的时候 你嘴巴会吐金色的光 一直吐吐吐吐吐吐到 整个你的业力啊 像玻璃像钉银一样 棒的一声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这是透过法的功德力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师父不会累嘛 我不会说长一手不教你 这个法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请看第六页 现在背体质 身体放松 请合掌 一起念 我念两句是一个段落 我念一遍 跟我念一遍 也观想所有的众生 一起发愿 愿我凌遇命中时 敬逐一切诸障碍 一起念 愿我凌遇命中时 敬逐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巴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面见彼佛巴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即往生彼佛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我即往生彼佛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力乐一切众生界 一切圆满尽无余 力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行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生 彼佛众会行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净如来无量花 现前受我菩提祭 清净如来无量花 现前受我菩提祭 蒙禀如来受祭 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蒙禀如来受祭 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变十方 福利一切众生界 智力广大变十方 福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徒皆为相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徒皆为相 不愿成立诸众生 术王无量光博畅